大家好,欢迎收看厄梦阿姨,我是Jay 关于未来,大家想知道多少呢? 而预言,大家又相信多少? 来自未来的时空旅人预言,到底是一种警告还是预防呢? 关于未来的预言,除了印度神童还有龙婆之外 还有许多预测都来自时空旅人 所谓时空旅人,就是号称从未来世界穿越时空到现代年代的人 也有许多人称他们为未来人 大多透过网路通讯软体或社群平台告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在抖音平台上,有一名声称自己来自2082年的时空旅人 在短影里曾经发表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在2022年10月14日离世 而女王在今年9月8日离开人世享年96岁 消息一传出,震惊全球 除了表达不舍,也望女王在离世后能去到更好的世界 随着女王的离世,网路瞬间掀起一阵文字论战 有人发文指时空旅人2082所说的预言并不准确 女王离世时间整整相差了一个月 打脸时空旅人2082的言论 看到贴文一出也有许多网友表示 未来人是不是丢脸丢大了 差一个多月差很多 竟然是未来人还会把时间弄错吗? 就算把时差算进去,日期也还是相差甚远 不过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时间差一个月已经很近了 从2082年回忆60年前的事 这样已经很准确了 对于时空旅人的话题 瞬间在网路掀起热烈的讨论 也因女王离世的消息 许多人开始翻查时空旅人2082所说过的未来预言 除了女王离世的消息之外 还表示2023年英国伦敦的大笨中 会因一场灾难及地震而倒塌 甚至扬言尼加拉瓜大瀑布会出现巨大的紫色 导致水位上涨后果将不堪设想 更是在片尾写出预先警告的内容 许多人看了之后都纷纷表示感到惶恐不安 除了2082这位时空旅人之外 网路豆瓣用户上有位名叫KFK的时空旅人 也是最多网友们公认预言较为可敬的时空旅人 KFK于2019年6月22日 声称自己是来自2060年6月22日的未来人 并在豆瓣上发了一篇贴文内容写着 我从2060年过来有问题可以问我 今天是我来到2019年的第一天 也许在某种意义来说我是时间里的穷勇者 未来并不如想象的美好 也许我们正生活在最好的年代 未来的社会会更加的焦虑 因为灾荒地震战争非常频繁 不少人怀念2000年到2030年之间的美好时光 希望2019年的人能记得上半年是你们最美好的一年 下半年进入的动荡回首人类未来的常态 这篇扑朔迷离的一段话让许多人看了之后 纷纷在贴文下方留言问题 而KFK也一一回答网友们的提问 这一番查资料时仔细看了每一则留言及KFK的回应 挑了几个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网友提问在2060年买得起房子吗? KFK回应说 2060年房子不是贵重的物品 在未来房子是非常便宜的 几乎都是用3D列运的 人人都买得起 只有有钱人才会用木头建房子 听老人家们说 以前房子很昂贵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个答案似乎在表明在未来世界里 房价将会暴跌 大家不用再为了买房拼命的工作 感觉未来的房子好像只是逛个街就能买的物品 那也还有人提问 未来什么样的物资是最匮乏的 KFK表示未来任何物资都相当匮乏 纸张会变得非常珍惜 纸本书籍都会成为收藏品 水果以及牛奶和奶茶都会变得稀少昂贵 只有富有的人才吃得起 这个答案惊呆Jalen 没想到现在如此平凡不已的生活小东西 在未来却会变成有钱才买得起的昂贵商品 那大家奶茶就尽量喝吧 那也有人向KFK提问彩券号码 KFK说明他必须遵守时光旅行的规定 不能回答改变个人命运以及未来的事 也在别的问题下方提到 除了他自己经过合法渠道参与时光旅行的还有两个人 分别是来自2075年和2062年 而他们穿越的都是意识形态 非完整个人自身穿越 而未来也不会有所谓的时空旅人 是时间观察者 也有许多人向KFK提问手机以及网络的问题 未来会有6G、7G、8G、9G 一直往后加深的通讯技术吗 KFK回答说到 7G之后就不会再以G来命名 在2048年之后会进入另一个通讯世界 在2035年不存在语言障碍 人与人之间都能轻松沟通 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想要先pass外语的学习呢 然后再喝爆奶茶 再来也有人提问到蛮多人都关心的问题 在未来人类克服癌症了吗 还会不会有其他的病毒 新冠病毒引爆的疫情会停止吗 KFK回答说到 未来癌症会被克服 而新冠病毒不会消失 会像流感一样和人类共存 未来唯一无法克服的是超级细菌 只要已被感染必死无疑无药可医 这一对于KFK的回答是蛮认同的 相信未来能克服现今无法对抗的病痛 也相信未来会有人类无法对抗的新疾病 再来就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许多人问KFK 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 KFK对此回应说到 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它那个年代已经打过结束了 在2048年之前 不会有全球性的战争 但局部战争并没有停过 而全球战争会在三大洲交界处爆发 并且会失守成对血流成河 而2048年将会是全球最特殊的一年 这一推算时间 2048年那时我已经年纪要70了 不知道会不会活到那个时候 希望战争永远都不会发生 KFK还有提到 未来不会有宗教之分 只会有一个宗教存在 而一些神秘之事像魔法鬼魂 在2050年以后 这些都不算奥秘之事 对于KFK的言论 这一次觉得还算客观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还有一位时空旅人 是来自美国的一名男子亚当 他宣称自己来自2045年的时空旅人 在网络频道上还通过测谎 因此声明大噪 他透露未来人类将被AI统治 外星人会登陆地球 恐龙成功被复制 会有恐龙动物园 对此翻译言论 备受网友的质疑 认为可信度非常的低 根据媒体报道 亚当接受探索超自然现象 及不可思议事件的YouTube频道访问 并在节目上通过测谎 除了自称是来自2045年的未来人 他的手还被直入一个晶片 被艺人权运动领袖 马丁路德基恩博士的孙女尤兰达 会在2030年担任美国总统 他将会是美国最杰出的总统 亚当表示 尤兰达是美国最后任总统 全球领导人会遵循AI的命令 在未来有许多的城市 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而消失 包括美国洛杉矶 还有一名自称来自 西元3036年的时空旅人 称称全球在西元2052年12月 人类会面临一种大火电 时间长达五年之久的黑暗期 因为失去了电力和网络 对我的人都断了联系 将会造成一连串的动荡 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 电力才能恢复 这位时空旅人还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指出 西元3036年的时候 全球人口数只剩下20亿人 与现今78亿人口相差甚远 受到大停电的影响之后 许多可再生能源的工作兴起 包括太阳能板 风力发电等等 他也透露这些工作都是高风险的职缺 而且在5G开始推动后 会有许多辐射线危害人类 因此未来世界将会全面禁止使用手机 人们无时无刻都会戴上口罩 因为空气中有危害身体的物质 还有一则外媒报道 在某处公园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 尸体不仅没了左手 还因为遭到焚烧认不出来是谁 结果该名采访者看到新闻后 出面表示说道 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否为3036的尸体 但奇怪的是遗体左手不见了 但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3036的左手上有一个记号 采访结束后他人就消失无踪 怎么找也找不到 而且发现尸体的公园 正是我们当初找到他的地方 如今3036人间蒸发尸体无法辨认 令许多人感到非常离奇 关于时空旅人预言的事件 让J想到先前讲过未来编年史的内容 此事件主角也是穿越到未来 里面也有提到未来人口会大幅的锐减 也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J看了许多关于时空旅人的预测 虽然日期与时间都不太同 预测的事件也不太一样 但纵观预言都有提到几个相同的事件 战争 人口锐减 战胜癌症 以及机器人时代 对于这些预言 不管真假与否 大家参考就好 无需较真哦 对于时空旅人的预言 大家怎么看呢 认为会发生还是不会发生呢 J只想说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别想太多 把握当下就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聊的事件有没有其他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J 我们下次见